大家好,我是苏哥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法国的喜剧片 你呀闭嘴 一个沉默是亲的暖男杀手 一个化劳的大鼻子秦盛 这二位由于违法乱纪 前后脚进了监狱 秦盛之所以被抓 是因为打击了一间储蓄所 由于前期准备不足也没有踩点 因此在实操的过程中 很快就被珊珊来时的警察堵在了店上 秦盛进监狱之后一点都不怯查 那种感觉就跟回家似的 看谁都像亲人,也不见外 这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 把跟他同屋的育友烦的都快得了抑郁症 监狱长认为情圣的精神上可能有点问题 还专门找医生为他进行了测试 测试的过程并不愉快 差点把医生给气死 医生说这孙子不是装傻是真傻 暖男杀手进监狱的原因一个人复杂 这哥们泡了老大的女人 老大一怒之下半军被杀了 暖男为了报复老大 在一次抢劫运钞车的行动中间胡 抢走了本来属于老大的劳动模式 暖男进来之后跟个哑巴似的 妻子如今呢 甭管怎么问就是不吭声 在暖男进来之前 情圣因为话老已经逼疯了五个犯人 监狱长一看这二位挺互补 于是就把暖男和情圣关在了一块 企图利用情圣逼暖男说出事情 对情圣来说 暖男真的是一个好事友 因为不管他说什么 暖男从来都戒茬 为了尽快逃出去 暖男用自杀的方式成功的住进了医院 暖男一走 情圣就跟丢了魂似的 吃饭也没味的 说话也没劲的 跟双打的茄子似的蔫的 为了能和暖男在一起 情圣也学着暖男哥儿子杀 很快哥儿俩就在医院见见面 情圣捎带脚 还为一个跟病魔斗争的老人做了孩子 可以说非常的有爱心 由于暖男一个字都不说 警察只好把暖男转到了精神病院 为了能和暖男在一起 情圣主动拿头撞墙 顺利的被精神病院给接受了 为了防止暖男逃走 医生准备给暖男注射一种 可以让人变傻的真迹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暖男第一次开口说话 并且成功的贿赂了 正在还房贷的护工 护工按照暖男的指示 去见了黑帮老大 让黑帮老大付给自己十万欧元 他会帮着暖男逃离精神病院 黑帮老大为了拿到 被暖男抢走的钱 只好勉强同意 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情圣为了能和暖男出去创业 居然在同一时间也安排了越狱 而且还成功了 协助情圣和暖男越狱的 蒙圈叔是情圣的老朋友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一群 这蒙圈叔跟情圣一样 大名不靠谱 小名不照料 一听见警笛声 当时就吓一跳 吊车都不要 虚晃一招仨子就溜 刚开始暖男以为情圣是个警察 这一切都是提前安排好的 目的是为了找到他抢走的那笔钱 可后来他才发现 情圣就是一善良的笨蛋 逃出来之后 这哥那边开始亡名天涯了 他们首先打击了一些小商店 店老板毛淡叔发誓 绝不会说出去 可暖男和情圣这边前脚刚走 这哥们就开始给警察打电话 情圣上去就是一右摆拳 当场就把这个不讲成一个家务给打残了 要说这大鼻子情圣 可真是身怀绝起多才多艺 不仅嘴上的功夫了得 动起手来也不好 一心想把情圣甩掉的暖男 想了各种办法 可情圣就像狗皮靠傲似的 牢牢的呼在了暖男身上 其实这也不能怪暖男 这哥们满脑子想的都是 怎么找黑帮老大报仇 怎么拿到自己的那笔钱 情圣对他的那份特殊的感情 他丝毫没有察觉 为了摆脱警察和黑帮老大的追捕 哥俩摸进了龙套叔的家 龙套叔审视罗事 意识到反抗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在龙套叔的配合下 情圣和暖男不仅换了衣服 还开走了龙套叔的车 黑帮老大那群吃瓜的手下 不知道他们的目标已经换了车 还在后面傻乎乎的跟着呢 殊不知情圣和暖男之前 开在那辆宝宝车 此时正掌握在两名偷车贼的手里 焦急的黑帮老大给手下打电话 没想到接电话的居然是暖男 这下可怕他给气坏了 两人在电话里都挺好 都威胁要弄死对方 虽然黑帮老大知道暖男这个杀手不太的 但也分什么事 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是提前做好了准备 黑帮老大的手下 在赶回去护驾的时候遭遇到了堵车 由于担心大哥出事 哥几个无奈只好报警 接到黑帮的报警电话之后 警察非常的激动 很快就把情圣和暖男给锁定 哥俩一看大事不好 没头就跑 到了晚上 忙得晕头转向的警察 终于发现了情圣和暖男的踪迹 但由于立功亲切 加上对闲人的实力估计不足 这二位在战友明显优势的情况下 反倒被情圣和暖男胖揍了一顿 本来暖男想再次把情圣给甩掉 但一不留神中了一枪 这下可好 想摆脱都摆脱不了 哎呀 不得不说情圣的确是一位高科技富货精神才 坑崩拐骗偷正骨家豆欧 就没有他不会 而且傻有傻福运气还特别好 加上遇到的全是猪对手 因此这二位始终是有惊无险 把黑白两道耍得是团团团 警长说你们这房吃钱买的 明日早上再抓不住人 统统给我滚蛋 对情圣来说 暖男是他这辈子唯一的真正的朋友 由于天资的问题 情圣一直活在一个很单纯的世界 这么多年他受够了嘲讽和白氧 而只有暖男从来没有嘲笑过他 他目前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够和暖男开一个名叫 两个朋友之家的小酒果 暖男说我是干大事的人 我的目标是杀了黑帮老大 然后拿着两千万欧元 离开这个鬼地方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遇到了落难的阿尔巴尼亚女孩春花 这个春花跟黑帮老大的女人 长得是一模一样 其实就是一个人演的 暖男一看就是一阵干颤的 转过天暖男拿到钱之后 首先把春花给打发走了 然后和情圣一起来到了 黑帮老大的家 两位大咖在这个过程中 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最后成功地铲除了坏人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惊 两个大腕一台戏 都靠实力拼演技 暖男眼镜能杀人 情圣鼻子能秀密